皮肤过敏被说成整容 之话秦岚表示很委屈 近日有媒体爆出秦岚谨慎出入医疗美容诊所 疑似又整容的新闻 很多网友好奇秦岚为什么去整容诊所 想知道的网友赶紧跟住小编一起往下看吧 媒体曝光的照片显示 当日秦岚一身低调装扮 戴住口罩 由司机护送近日某医疗美容诊所 直至天色暗了才出来 继续由司机护送回小区 对此 有媒体求证秦岚工作人员 对方回应称 前两天他皮肤过敏了 然后去看了下了 并表示该报道标题太可怕 2002年 与古剧机 黄毅合作出演古装言行剧 《孩猪格格3》 饰演善于察言观色 武技出众的陈之画 在剧中秦岚将之画身上的那种隐忍 而富有心机的爱权式的十分到位 以至于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秦岚出入美容诊所 小编认为出入美容诊所不一定就是整容 再说秦岚本身颜值不低 没有整容的必要 应该只是皮肤过敏了 《孩猪格格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